好 这句焦点来聚焦 行政院长江宜化第三度尝试要进行施政报告 结果呢 在民进党的杯葛当中 当然是再度落空了 延到下个礼拜二还要再战 而民进党还插队提了临时提案 国民党非常的不高兴 怀疑立法院政王金平放水 让王金平气到 把国民党立委呢 林洪池大党边 拉到大院部幕后面指着鼻子痛吗 挂着呼吁王金平帮忙关说的布条 国务纪要废案中的主角之一 澳洲台商李慧芬 到立法院门口拜托王金平帮帮忙 我听说他帮贺建民关说 关说的很成功 那我不知道我一个小女子 那呢 也没有特权 也没有富贵 不晓得王院长可以替我关说吗 讽刺王金平关说很够力 应该造福大家 这场关说引发的政治风暴 让全民都付出代价 行政院长将一化施政报告 还是上不了台 三次虚号花了240万的公帑 民进党采取拖延战术 一早还插队进行临时提案 惹来国民党团执行长林洪池 质疑王金平偏袒 幕幕后上演院长的反击 王金平指着林洪池标骂 看起来非常不满 江以化能否上台是马王相针的攻防 重要桥段 王金平的角色扮演更是关键 谢谢啊 小心小心 最后施政报告又供估 江以化无奈离场 整天下来立法院议事进度 还是零 如果自动放弃质询 那是不是有亏执手 让我们不禁怀疑 其实国民党也在设一个局 就故意软性的协商 然后就是坚持的不道歉 战线拉长到10月 这场戏要延长到第几局 立委恐怕也得评估 民众还有多少耐性 圈圈秋盛文理事件台北报道